荣耀金曲的是 胡彦斌周深带来的谁 恭喜胡彦斌 恭喜周深 自己无论为你同类 现在只要说一句 保证还保证的嗓子 嗓子咋啦 我嗓子也是差不多的 冒烟的状态 我觉得就是嗓子哑不哑 这个问题 它可以用很多方法去规避掉 但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 我觉得就是要真实的那个东西 天字的声音最新一期播出 节目上每一个舞台 都让人赞不绝口 不过当中最惊喜的 应该是周深和胡彦斌 全新编曲贼 让这首歌充满力量 恭喜周深与胡彦斌合作舞台贼 获得第三阶段荣耀金曲 胡彦斌超强改变能力 与周深独特的嗓音相结合 把歌曲贼所想表达的情感充分展现 二人在舞台上 呐喊出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直戳人心 两位实力唱将 同台开口 就是神仙打架 目标高音的演唱 更是听得人热血沸腾的 歌手上在台上唱过瘾了 观众听上去更大劲 这样的舞台来多少我都不嫌 我欣赏你只言不回 感情包好你的小臭嘴 别轻易的汗嘴 没证据的汗嘴 我从不讲究碎 至极无认为你从来 错对无所谓 也不需要你就会 错对无所谓 不需要你就会 错对无所谓 也不需要你就会 错对无所谓 不需要你就会 错对无所谓 也不需要你就会 错对无所谓 不需要 我欣赏你只言不回 欣赏你只言不回 但请关好你的嘴 关好你的嘴 无分惊恐的汗罪 无分杂败的汗罪 真相不是你玩得起 别太犯规 我欣赏你只言不回 在请关好你的小愁嘴 汗唱淋漓的舞台就是这样的 两个收放自如的音乐大玩家 听得我五官失控了 一、沧桑与病交的声线配合度 跟周深合作真的很舒适 最大的特点就是那种男男合作的key 男女合作的key都能hold得住 这可以让合作者在一个很舒适的音域里 去发挥自己最佳的状态 而周深全音域代表 没有他部舒适的 区别就是不同歌曲不同的风味 像这首歌 胡彦斌的调已经很高了 周深一出生 又是女嗓高八度的集听感 一个沙哑一个集中 一个略带沧桑但很洒脱 一个小病交但同样固执 这样的两个声线合作这首贼 真是相得益彰 极度舒适 二、齐放大招 酣畅淋漓 终身最后的高音听的我是直接五官放飞 失去控制了 这种控制能力和把歌曲往上无限推至巅峰的能力 不是谁想拥有就能拥有的 尤其是最后感觉有点失控的极致 我认为很可能是急性发挥 但也恰好是这首歌需要的 那就是管你们咋说 我就做我自己 哪来那么多条条框框随便 而胡彦斌在我心里 其实一直是唱功派 虽然他写歌厉害编曲厉害 总让人忽略了他唱功好这件事情 但在我心里一直占据着他这一代歌手里 是用限度辨识高 真假音转换好听 歌曲别有一番风味的代表 在这首歌里也是把他自己唱嗨了 几个和声和段配合 真是让人忍不住点赞 三 唱出歌中意境才是厉害 看到这首歌是戴佩妮写的 我一下子就get到他的精髓 戴佩妮的歌总有一种 兰里世俗的倔强 和总能自洽于柔软 与刚硬之中的歌调 它可真是个唱作全才 这首歌发行于2016年 词曲和原曲编曲都是它 就像他写的歌词所说的 我欣赏你直言不讳 但请管好你的嘴 讲的就是在这个网络世界发达的时代 有多少信息是真的 又有多少信息是错误的诱导 人们不能光顾着随之起舞 光想着从众和随大流 而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和主张 失去了对他人的尊重 变成了一个个想不负责任 而任意妄为的贼 带着这个意思 你再听这两人的演唱 那些过意的砸枪甩掉 是不是一种声讨 是不是一种对这种精髓的宣泄 和无声斥责 让人听来只有一个字 爽 从里到外的爽 很开心 谢谢 就是有一种对 对所以让我听 然后在我心态度 我也是特别喜欢 要怎么跟你解释 想挑战一下 我想 是揪心 名字周深就叫揪心 一周就是 啊 好 好 我要抢米卡 今天想在她的那个 音搜心啊 困点不好 对因为我很 对对对对 下次再跟你算账 音色跟她的发型一样 很好听 所以肯定会选择名字 谢谢就听 小米你非常厉害 不是说 谢谢你 我们做下一个节目 对然后那个时候她 对 谢谢米卡 对我要解释一下这个 好 好 谢谢 音乐合伙人 接下来 听燕妮唱歌 哦 好吧很甜 听完我也很开心 不是合伙的甜 一下就啪 就没有打中你的 就是 不够揪心 甜的不够揪心 第一次听你 所以接下来有请代言 哦 就是因为我去 哈哈哈哈 气场都变掉了 爱了一纯学舞蹈的 哦 所以我那个 谢谢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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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当不懂什么是 高贵 什么是潮 就是我不攻击你 让你自己去琢磨去吧 后面就 哦 哦 哈哈 在这 在这 就是 陪姐年浪费 就是陪姐年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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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有好几个朋友 非常非常厉害 你已经常看到过这样的 对他技术非常非常厉害 然后就把你带入了那个 梦幻的勇舞蹈里 为什么我不思考经过 懂一小的风 来